那崔天海的新聞就說 他其實是前駐美大使 現在的駐美大使就是謝鋒 謝鋒曾經在香港做過這個外交專員 外交的專員 就是香港做過大員 那就是這位崔天海也做了很久的 這個在駐美大使 那他當然有份量 但是由於他的下令 他不代表對中國的政策對中國的決策 是有一個權威的看法 不過呢 是會有啟發性 那就先定義了這件事 他說中國不會調入台海戰爭的陷阱 讓兩岸中國人互相殘殺 你當然要求一個 台海戰爭的陷阱 兩岸中國人的自相殘殺 那你就跟著他去看 他說中國中章統一 這個說話已經是全 我想全中國想像一下 都應該知道是2024 這個說話會很快 越來越近這樣實現 他提到會以中國最符合中國的利益去做 首先一件事就是台灣不會有戰火 一會兒說到 怎麼這麼奇怪 所以 李希文就有什麼信號 崔天海半月前 發現很古怪 這個就是以中國療亡 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背景 我想都不是中國的內地的媒體 現在他都覺得怎麼這麼奇怪 不是應該曬騰騰騰嗎 那你自己說 你是不是已經放棄了無策略 就是說中國是放棄武統 這個所謂的奇怪 不過他沒有寫出來 我就說資深潮流 為什麼會和你解讀 那也是一個很新鮮的 今天你看到全香港的新聞 主流媒體 都是說這個說話 那是之前的 那今天才說 現在才說拜年 好了 在地緣前景這個看法 地緣正義前景 是危險的十年 沒有說到你們知道 是一個和諧的氣氛 是一個和平的氣氛 不是一個緩解的氣氛 不是一個緩和的氣氛 首先 是危險的十年 好了 他這個專題小組 就提到這件事 就是已經是開宗靈言 他要開刊說的話 就是危險的十年 他說在台灣議題方面 是大家想說 究竟中央怎麼統一 中央統一是如何 用什麼形式 我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的答案 我們的形式就是 盡量會做到和平 去解決這個民族統一的大業 不會看到中國人自相殘殺的形勢 很清楚 我們不會調進有人給我們制下的陷阱 他們提供軍門 為代理人提供戰爭武器 想中國人殺中國人 我們就不會調進這個陷阱 很清楚 就說 我們不是想中國人打中國人 我們不會發動台灣統一的所謂登陸戰 因為我們不想導入一個代理人戰爭 好了 是不是和平呢 是不是中國向美國讓步呢 因為他更加有這個 他的說話 可能很多人 他提供出來 是有不同的解讀的 比如說 他說 喂 除了是不跌入這個所謂的 代理人戰爭這個陷阱之外 但是他更加說到一件事 對美國的關係 中國是外交的頭等優先 中國的領導人已經清楚明白 表示 中國想和美國做夥伴 做朋友 美國怎樣回應 是一回事 他承認中美之間 現在是可信度甚低 認為兩個人要積累互信 首先要有誠意和善意 請不要把這件說話說 我都說了 現在最高層可能要放聲的話 我們要和美國做朋友 我們要放下我們所有的所謂的民族主義 放下我們少許的原則 放下我們的態度 去和美國做朋友 有些Anthony說到 我收到這個了 全世界其他的國家 都是不想中國和美國抗撐的 我們調低一點的角度 就可以做人 於是這個看法 也是我經常會拿出來說的 有一幫上海人 即是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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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知 事情鬧大 不好收場 我們要繼續和美國人做生意 再拿出來的東西 就是明天考慮 我不介意我是洗腦 洗腦的意思是 我們改變你的思想 請不要從這方面想 關於崔天海的看法 其實你說 我們怎樣解讀 我嘗試用我方的解讀給你聽 想告訴你 中國現在 據有一些美國現在很不想看到的東西 我們看看這個新聞 就是美國之聲 美國之音 就是已經多方面看到 中國是擁有核武 相當之強大 也超過了1500枚 這個是昨天在歐洲媒體裡面發酵 最新來講 就在美國 似乎 美國之音 也特別提到這一點 這一點重要的地方是什麼呢 他引用 他 美國人說話 永遠都是用你自己中國人 或者華籍人去說話 他們的口風很密 講到天花龍鳳是你的事 我不需要負責 他現在講到一個軍事研究的學者 他講到 核武戰術和核武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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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對於中國來說 最方便快速的方法 和美國的一個不對稱的戰略的對抗就是什麼 我建造航母不是好像建造這個套餐這麼快 最快是什麼 可以平衡大家那個 或者做一個不對稱的戰略平衡是什麼 增加核武褲 這個就是在《紐約時報》 昨天我已經引述過了 就說會由現在一股五百枚去到千枚 也都多次追溯到習近平一上場 就馬上和軍方最高層提出這件事 我們要提供核的實力 一定要和一個最嚴重的軍事衝突裏做好準備 而且一定要贏這場仗 那你可以用你的西方角度去分析 所以說習近平是專權者 他是軍事抗熱 這些是他們的描述 但是告訴你我們作為中國人 我自己是中國人 很清楚 習近平是肩負了這麼多大領導人 交給他的任務 到了他這一代 即這一代領導人 都知道差不多是需要總結我們的中華民族的偉大統一 所以說 個案來說 不是很高調在這方面做功夫 因為很多事情要做 經濟這件事 因為有priority 不是同時做這麼多事情 現在去到一個最重要的關係 也都知道是攤牌的了 不是攤牌的 即是要完結這場賭局 因為美國一直在賭中國輸 賭中國讓人 賭中國和你換回 現在告訴你 到這一步的話 我們各方面都贏你 經濟贏你 科技最重要是 一節日可待 所以說每一方面都能夠可以佔先一點的話 最重要跟他相差一樣的就是 終須一戰的抵線思維 終須一戰的實力 那你說 11支航母對3支航母不成比例 最快就有這個 所謂經濟核武庫 這位謝佩鶴 我用他的專業來告訴大家 他說現在 美國的國家安全 應該是評估 由現在350枚 或者500枚到1500枚 還有2021年8月 北京試射了一枚 核能力的極音速導彈 繞行地頭 不是普通東西 令美國成功大 即是說從擁核的數量 到擁核的工具 擁核的技術 不可能超過美國 所以說 他猜了 謝佩鶴就說 可能中國會施展核戰術 核戰術不是全面打擊 可能在他的地位範圍裡面 是投射一些 就是當量較少的核武 一旦出現的話 就會響起了 這個好處就是說 核污染最少 可能幾天之後 都可以是 千頭部隊都可以去到那個地方 那麽 於是你 就當然說 是否要對我們台灣和台灣做這些手段 不是 如果根據 吹奸海的思維 大家那時候看到 我們不會和同胞相殘 但我們也沒有否定到有戰爭 那你用我們的智慧去想 不要在那裏做 學這些人 一尾就說 我都說 叫你們不要亂動 阿爺都說 不要做這件事 是吧 不是 以後 告訴大家 很大可能 出現一個 真是被逼中需一戰的話 中國會出手 中國出手對付的是誰呢 就是真正正的 就是這位上海哥哥所說的 就是對付你美國人 我都說過了 如果因為台灣戰 想發生戰事的話 戰場不應該放在台灣 不應該中國人 傷殘中國人 戰車打響的話 有人 包括美國 包括日本 包括韓國 包括菲律賓德 包括菲律賓德 我們就會把整個亞太地區 的美國勢力產品 盡我所能 當然你說行不行這件事 這就是你的外界 這就是你的天賤 我們不能跟你交換 我們珍惜跟你做朋友 否則習近平不會走過來 巴默斯跟你去談這些事情 即是說 你認識到的話 請你擅心 台灣一種 終須統一 必然統一 這是我的底線 我亦都說 我想和你做生意 做朋友 這是一個正常 即是一個平衡宇 兩件事都可以發生的 告訴你 你不要砸了一頭 我就說 我都說阿爺 然後一口徑都要和平 周光全世界都 都是 好像喝可樂的一手 祈求世界和平的 看你們做法 那幫所謂的外國人 即是那些魚蝦小米 在下地區 真的不想選哪些 所以他們力速 所謂叫做中美援 中美援的好處帶來什麼呢 其實就是叫做中美 不要中水日次 其實這個就是前台次 那現在就有很多的輿論 西方呢 就引到你說 如果發生戰爭的話 一定是中國人殺中國人 那如果我從崔天凱那個的看法 我會建立我自己的信念 我不是因為崔天凱沒有說過 不過大家就說很清楚 現在西方所說的那個節奏 是不正確的 中國不會因為讓美國 中國和我們繼續做朋友 而我們會放棄了 我們對台灣的任何主權的路線 而反而更加清楚的是 暗示 我們有什麼核武 如果你覺得我們可以用核戰術的話 我們不是對付台灣人 我們會放下你們 美國的基地 那這個不是我今天第一天說的 老企業我也很清楚 延開五席 不過加多一席 現在就是菲律賓 我一打響上來的時候 這場將會是三百年來 反直的最後一場戰爭 最終的一場戰爭 所以你看到那個面向 我們不是和美國一起拿著手 去一起解決一些問題 讓大家去建立一些合作 而是我們要用我們的力量 用我們的力量 去令到美國改變他的態度 令到美國要和我們做朋友 那另外呢 沒辦法嘛 你再打台灣牌 沒有牌打的 再打台灣牌呢 就是中國 會和美國終須一致 我們不會愚蠢到 去扔過什麼的 重武器 或者一些殺傷力 大武器 去台灣 始終我們是我們的地方 但是我們可以對敵人 不仁慈 low mercy的話 就是向周邊 長久以來 進行這個所謂的殖民主義 這些地方呢 是會進行我們必然的一個回應 所以說 台獨立戰爭 這個戰爭是中美戰爭 台獨立戰爭 不是中國人去殺中國人的戰爭 我們想做朋友 最大議員 那是正常 有仗你很想打嗎 你以為我們不是民族戰爭的英雄 不是這個民族 是什麼戰爭民族 是不是 其實戰爭民族 都不是他特意想做戰爭民族 不過他們這個國家 這麼多年來都飽受戰爭的挑戰的話 他們練出他們的那種本領 我們另外的本領 其實是 合作會理共揚 人類命運共同體 所以就是美國之音這篇文章 就是中共的軍事預算 又黑洞的巨大 就是說很多東西不透明 中國的軍事籌備 所以告訴你 你想知道什麼 只要告訴你 我們有能力 會在亞洲地區 進行一場 當年美國 在1990年代 那一場就是趕走西班牙 那場戰爭 這個底運 我們有足夠這些預算 足夠這個準備 那不是我們去公佈我們自己的力量 而是你不定 這一兩天 就可能周身不安樂 哇 收到資料 中國的核彈是350枚 到500枚 最樂觀的 估計只有500枚 但是有可能增過1500枚 其中一件事 就是 保留美國的擔心 就是它有一個極音速的導彈 即是很難攔截的 所以再加以現在它透露 就說 不單止有跟你攬炒的一個武器 當然了 你射得出來 別人會射給你 這是一個最底線的看法 我們也有 給他們估計 有一些核戰術的武器 這個也是說回胡錫頌 曾經提過的說話 為什麼我們需要有1500枚的核彈 現在和崔天海說的說話 其實都很相似 就說 我們能夠拿了這麼大張特朗普卡 起手的話 有1500枚 這個這樣的能力的話 我就可以 在常規戰 不單止拒指你任何的項目 來到我們亞太的這個地方 同一時間 也都可以說 你真的要和我們 如果我們都可以 攤牌最後交流的時候 可能 就再用這1500枚 送給美國朋友 如果去到這麼極端的話 如是者 有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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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 的話 就不怕和你爆發任何常規戰爭 你這些項目力度的話 東風發大也好 核潛艦攻擊也好 都和你息數 將你擊沉 這樣打場 尾西戰爭 就是這樣的規模 就是缺節 所以不要跟我講 事情鬧大了 我們要跟美國人做生意 應該反過來 美國人呢 就有些美國人 就要和你白宮說 同志 不要把事情鬧大了 我們還要和中國做生意 我們還要生存 我們非國人 有這個體系 我們呢 就可以朝著我們的方向去做 從來不把中國人 殺中國人 這個這樣的結局 作為我們那個的 抵前示威 我們只有 是對我們的敵人 是毫不練識 毫不仁慈 也都是用花 現在黑路錯為止 西方的戰爭論 戰爭是政治的無限 和的抗爭 那這盤棋 你自己下 這個就是 我對崔天愛的 為什麼我故意這麼說 就說 很快會香港有人 外地會有人呢 就說 現在是中美緩和 我們應該是中國做分配 所以我就告訴你 你說話聽清楚 他不會和同胞互相殘殺 他不會和敵人 會毫不仁慈 毫不憐憫地 發動我們的 應有的 知為 這才是最重要的 補獨賽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 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 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 看獨家內容 但是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者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十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六語人金融hi-tea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 看六語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